糖尿病是健康的杀手 它是一种慢性的并发症 在全球超过4亿糖尿病患者中 尤其以二型糖尿病占了95%以上 二型糖尿病是因为生活饮食习惯 所导致的新陈代谢慢性病 患上二型糖尿病的人都会面对身体 缺乏胰岛素或者发生胰岛素阻抗 而无法有效控制和消耗葡萄糖 当血液中的葡萄糖超出正常水平 高血糖就会导致循环系统 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稳乱 而患上二型糖尿病的人身体 也开始出现各种细微而无法察觉的症状 所以大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 连自己都不知道已经患上糖尿病 今天健康就好将和大家分享 Bug二型糖尿病最常见的症状 事不宜迟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糖尿病前期症状 节目即将开始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喜欢健康就好推荐的视频 觉得不错的话 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通知 和点赞我们的视频 好的 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第一 经常觉得肚子饿 或许你会问 肚子饿跟糖尿病有什么关系 没错正常三餐以外多吃点别的东西也数正常 但是如果你饥不择食 无时无刻都感觉肚子饿 那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二型糖尿病的其中一个前期症状 就是经常感觉肚子饿 即使你刚刚吃饱 饥饿感却挥之不去 就是很想吃东西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二型糖尿病患者会经常感觉肚子饿呢 这其实是因为二型糖尿病前期患者的身体 无法正常产生胰岛素 或者胰岛素存有缺陷 导致身体的细胞和器官包括大脑 就无法获取充足的葡萄糖能量来运作 大脑就会不断地发出饥饿的信息 导致你一直想要吃东西 特别是高碳水和甜的食物 严重情况下你甚至会无法控制食量 吃再多你也还是觉得很饿 所以如果你持续性感觉过度饥饿 很有可能就是二型糖尿病的前期症状了 第二异常口干和贫尿 二型糖尿病不只会导致你经常觉得肚子饿 你还会异常的口干和贫尿 无论昼夜你总觉得口渴一直想喝水 而且还会频密上厕所排尿 这是因为二型糖尿病的高血糖增加肾脏的负担 当血液中的葡萄糖过多而无法被消耗掉 过剩的葡萄糖就被迫通过肾脏过滤 经尿液排出体外 所以二型糖尿病前期的朋友会频密地上厕所排尿 这也导致身体大量缺少水分 会持续性地感到口干想喝水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异常口干和贫尿的症状 你或许也已经搭上了二型糖尿病的列车 第三 经常觉得疲惫 我们每天工作劳动后 身体疲惫是正常的反应 而通过饮食和睡眠休息 身体也自然可以恢复精力 可是 对于二型糖尿病前期患者来说 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因为经常觉得疲惫 也是其中一个二型糖尿病的前期症状 经常觉得疲惫会导致你无法集中精神做事情 一早起身没多久 还未到中午你已经撑不住了 老是觉得困顿 打哈欠 很想睡觉 同样的 即使没有从事劳动 你或许整个下午都在睡觉 我之前有提到 二型糖尿病前期患者身体的胰岛素已经不正常 或者有缺陷 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 无法有效供应给细胞和大脑 当大脑缺氧和能量不足时 你就会一直觉得疲累 老想睡觉 如果你也经常这样子 你应该检查血糖水平 来确认自己是否有二型糖尿病前期的迹象 第四 手脚经常麻痹 二型糖尿病会引致各种慢性并发症 而手脚经常麻痹 就是二型糖尿病前期常见的一种并发症状 其实 正常人都有经历过局部和短暂的手脚麻痹现象 如酒座或保持同一个睡姿 但这些都会很快的消失 可是 二型糖尿病前期患者却会持续性面对手脚麻痹的问题 这是因为二型糖尿病的高血糖会造成神经组织的血管阻塞 导致神经系统病变 从而引起手脚麻痹 手脚乏力和疼痛 更严重的话 还会进一步导致手脚机能萎缩和失去知觉 所以 如果你无时无刻感觉手脚麻痹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你已经患上二型糖尿病的症状 第五 皮肤变有黑 二型糖尿病前期症状也会反映在皮肤表层 最明显的就是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皮肤变得有黑 而且还带有厚厚的黑脊皮 这种二型糖尿病所引起的皮肤变黑症状 是由于糖尿病的高血糖所导致的现象 正如我之前有提到 当神经血管和细胞被高浓度的血糖破坏时 皮肤表层组织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皮肤变黑的症状在肘部 腋下和脖子尤其显而易见 所以 有这种皮肤症状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 尽早检查血糖来确定是否患上二型糖尿病 第六 视觉变模糊 二型糖尿病前期症状不止显现在手脚或皮肤上 连眼睛和视觉也会受到影响 二型糖尿病前期的另一个症状就是视觉变模糊 这是因为二型糖尿病前期患者血液中含高浓度葡萄糖 一旦这些过量的葡萄糖产生化学作用变成液体 它就会堆积在眼睛的精状体而引发视觉模糊 不过这种糖尿病导致的视觉模糊症状会因人而异 它可以使到糖尿病患者短暂或永久性的视觉障碍 如果血糖水平恢复正常 这种症状就会自然的消失 反之 持续性的高浓度血糖水平可能会导致眼睛的微细血管损坏和发生病变 导致眼睛永久失明 所以视觉变模糊的朋友不要以为是眼睛疲惫或老化 你应该检测血糖来确认是否患上二型糖尿病 第七 伤口难愈合 另一个要注意的二型糖尿病前期症状就是伤口难愈合 一般正常人的轻微割伤可以在几天内自然的愈合 而比较深或手术后的伤口也能在无感染的情况下 几周后就会慢慢的愈合 但是 患有二型糖尿病的朋友可要注意了 你身上的伤口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愈合 或者未必可以自然的愈合 因为二型糖尿病的高血糖会导致血液供应变得缓慢 使到白血球细胞供应不足 伤口就无法获取足够的营养素和抗菌素来愈合 更严重的还会诱发伤口细菌感染和溃烂 如果你身上的伤口长期很难愈合 这或许是患上二型糖尿病的前期症状 第八 体重不断下降 对于那些通过节食或运动锻炼来减肥的肥胖人士来说 体重下降是可喜可贺的 哇终于瘦下来了 但是如果没有刻意节食或减肥的人 体重突然间急速下降 那你可要小心了 因为体重不断下降也是二型糖尿病的前期症状 二型糖尿病的高血糖会导致细胞和器官所需的能量匮乏 在无法获取足够能量情况下 身体被迫透过燃烧脂肪和肌肉来获取能量 这会导致脂肪和肌肉锐减 体重也就不断地下降 如前面所提到的 二型糖尿病导致的异常口渴和贫尿 也会导致身体流失大量水分 当身体缺乏水分补充 体重也会跟着下降 如果你的体重在没有刻意节食或减肥情况下不断下降 你应该马上检测自己的血糖水瓶 确认是否患上二型糖尿病 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以上节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别忘了订阅健康就好 关注和支持我们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和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健康就好再见